哈喽 大家好 欢迎回到地球旅馆 我是Lester 《道德经》是本传世千年的古老哲学经典 人人皆知 特别是第一句 道可道非常道 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句子 但是谁又能想到《道德经》中不仅讲述了宇宙的奥秘 还隐藏了一个恐怖的预言 而且考古学家还发现 在《道德经》流传2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 部分内容已经遭到篡改了 那么这本历史悠久的古书的真面目是什么呢 里面究竟讲了些什么呢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穿越时空 去探寻这部哲学宝藏 相传2000多年前 有一位学识渊博 鹤发童颜的老人离开了都城洛阳 一路西行 游历山水 后来到了寒谷关 遇见了关令引喜 引喜热情地请老人到府上做客 两个人相谈甚欢 引喜对老人的博学多文深深折服 便请求老人饮食前留下自己的哲学思想 这就是五千字的传世经典 老子 也是大家常说的《道德经》的由来 《道德经》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三玄之一 老子非同凡人 他通过哲理诗的形式 阐明了道家的思想 为世人略试一二 指点迷津 就比方说《道德经》里第25章提到的这一句 意思就是 有一个东西浑然而成 它早在开天蔽地以前就已经存在 它寂静无声 空虚无形 它遵循着自己的法则 而永远不会改变 循环往复的运行 永远不会停止 它可以作为世间万物 乃至天地来源的根本 我不知道应该如何称呼它才合适 姑且就把它叫做道 这段文字描述出了道的形态 但是大家肯定有疑问 就是道到底是什么 它又是如何创造宇宙的呢 在《道德经》第42章中 道生一 一生二 二生三 三生万物 可以理解为 道生万物从少到多 从简单到复杂 这就是老子所描述的道创生万物的过程 也是宇宙生成论 宇宙中所有的物质都像变魔术 都是从一片虚无中产生的 其中也包括我们人类 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 但是如果我们结合现代物理学和宇宙学 就会发现老子的思想与宇宙运行的规律 有着密切的关联 首先《道德经》中提到的道的概念 类似于现代物理学中的能量和物质 它们共同构成了宇宙的基本元素 宇宙中的各种物质和能量 按照自然的规律演化 共同构成了宇宙的整体运行机制 老子在《道德经》中也提到了 无为而至的思想 这一思想可以和现代物理学中的 自然演化法则相对应 即宇宙中的一切都在按照自然的规律演化 不需要人为的干预 宇宙学的研究也表明 宇宙的演化遵循着自然法则 有些现象和规律是自然而然存在的 例如天文现象 气候变化等都是自然发生的 《道德经》认为 道既无形又有形 既包容一切又无所不在 这一概念也和宇宙学中的宇宙本身 也有着相似之处 通过对现代宇宙学的观测和理论研究表明 宇宙是一个庞大的复杂的系统 它包括了无数的星系 星际物质 暗物质 暗能量等等 而这些物质 即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运动 决定了宇宙的演化和性质 《道德经》这本古老的哲学经典 蕴含了很多关于宇宙奥秘的思考和动见 每一章的内容在不同的地方 还有不同的解释 不过大家知道吗 考古学家已经发现了 现在流传的《道德经》里的内容 其实已经遭到了篡改 有可能是当时传超失误 也有可能是遭到了有心人的篡改 而篡改后的差异 大多只是指字骗句之间 但是从含义上来说 却是有千差万别之远 时间回到1971年底 湖南省军区准备在马王堆 扩建366地下医院 建筑队开工后惊讶地发现 地底下冒出了许多蓝色的火焰 工人们不敢轻举妄动 于是就通知了湖南省博物馆 工作人员们文讯后 也纷纷地赶到现场一探究竟 结果考古人员探测后发现 地下有三座古墓 而这就是轰动世界的马王堆古墓 1972年挖掘的一号墓 出土了一具埋藏了2000多年的不服女尸 这正是大名鼎鼎的心锥妇人 当时她的遗体栩栩如生 皮肤也有弹性 皮肤和毛发覆盖完整 甚至连脚趾的纹路都非常的清晰 古墓中还发现了一件云纹七顶 里面装的是历经了2000多年的藕片汤 而且保存的十分完好 藕片依旧是清熟可变 但是当时考古队的技术太差 再加上没有适当的保护措施 导致心锥夫人的遗骸和许多的文物 出土后遭到了更严重的破坏 以至于现在大家看到的心锥夫人的遗骸照片 都是较为恐怖的面容 1973年到1974年 考古人员又陆续的挖掘了二号三号墓 二号墓的主人是西汉时期的第一代代侯 长沙国丞相利仓 而心锥夫人就是利仓的妻子 这次从墓中竟然出土了大量国宝级的文物 除了禁止出境展览的肃杀禅衣 梯形薄画 还有大批内容丰富的薄书 内容蕴含了兵书 数数 方数和诸子等等 其中两本现在社会上仍然可以看到 第一本是周易 而另一本就是道德经 可是马王堆墓中出土的薄书并不叫道德经 而是叫老子五千言 也不分道经和德经 而且薄书版的内容 德经是在前 道经是在后 甲乙两本的传超年代也略有不同 甲本应该是在西汉初年刘邦登基以后 而乙本是在汉文帝登基以后 在薄书版的道德经复原之后 专家们发现里头多达700多处 与现今流行的版本不同 有几处是被明显改动了 从内容上看 两个版本甚至是背道而驰大相径庭了 这里给大家举几个例子 比如现代版的道德经第十四章中说 植古之道 以玉金之有 能知古史 是未道计 意思就是掌握自古以来的规律 去理解今天身边发生的所有事 就能够不往今来 无所不知 但是马王堆出土的博书中 却是植金之道 以玉金之有 以知古史 是未道计 前面的金字变成了古字 意思就变成了掌握当下的天道规律 来理解当下身边发生的所有事件 以此可以了解古往今来的历史 这就是道的规律 和现代版的意思正好相反 还有现代版的道德经中的第二章说 故有无相生 难易相成 长短相较 高下相倾 因生相合 前后相随 而博书本中却是这样记载的 有无之相生 难易之相成 长短之相形 高下之相迎 因生之相合 先后之相随 横也 这两本书中记录的内容差别不大 博书版本多了一个只字 但是整句话的意思却完全变了 有无相生的意思是 有和无相互生成 就像现在流行的阴阳相生一样 你生我 我生你 互为其根 自循环 而无始终 而有无之相生的意思呢 却是有是由无而生的 无是有的根本 那么哪个版本才是对的呢 要找到答案 我们就要提到《道德经》的第41章了 里面有这么一句大家耳熟能详的话 大方无虞 大气晚成 大因牺牲 大相无形 大气晚成指的是有大才能的人需要长期的锤炼才能成功 常常用来鼓励那些半生无成就的不得志之人 成为了人们口口相传的成语 不过在马王堆出土的《道德经》博书中 大气晚成却变成了大气免成 意思是能够担负重任有成就的人 不是靠人力所能完成的 而是要顺天意而成 一字之差导致的含义有了天壤之别 大气晚成这个词语 最早在未尽人王毕注解的《道德经》中出现过 马王堆墓中出土的博书的年代 比王毕注解的《道德经》的时间更早 因此可以大胆的推测 马王堆出土的版本更加接近原始版本 如果从老子无为而至的思想来看 《道德经》原文极有可能是大气免成 只是后来流传的过程中 慢慢的变成了大气晚成 再一个证明博书版更接近于原版的例子 《道德经》第八章说 居善地心善冤 与善人言善信 正善智 事善能 动善时 可是博书版却没有了与善人言善信 而是变成了一个与善信而已 这里最让人迷惑的地方是因为 向来《道德经》对人是批判太多的 怎么在这里又出现了一个与善人呢 后来博书版本出示后 大家才知道 原来不是什么与善人言善信 而只是一个与善信 因为天下有道 所以就不会体现出什么仁义 所以如果奔着追求仁义的目的去了 最终的结果就是天下无道 所以最好的品质是天真淳朴的自然天性 最好的生活是自然而然不知不觉的生活 天真淳朴不能人为的培养 而只能保护不丢失 自然而然不能人为的创造 只能保证不破坏 不丢失不破坏 这就是无为 还有一处我个人认为很有意思的 就是《道德经》中第39章说的是 是以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此非以贱为本爷 非乎 故智术鱼无语 不欲碌碌如玉 落落如实 而马王堆出土的博书更妙 只是改了一个语气词 结果就把否定变成了肯定句 侯王自谓孤寡不谷 是春秋战国时期 各诸侯王用自称的用语 所以侯王这个自称表示不忘本 向来是广受赞赏的 但这里问题就来了 一个自称就得了这么多的赞赏 说明了什么呢 实际说明他只是说说而已 根本就没有做到 因为如果一个人真的做到了 别人也就不会赞扬这个自称了 人们去赞扬他 是因为没有其他可以赞扬的了 那后文紧接着 智术鱼无语 招来了太多的赞扬 就等于不是赞扬 打个比方 玉和石的差别在哪里 玉很美 但只能让极少部分人得到 所以人人都去赞美他 石头很糙 但却可以让人人都受益 大家造物盖房都随便取用 人人都能受其会 人人都能得到的东西 大家反而不去赞扬他了 就像水 赞扬水的人虽然很少 但是大家一时一刻都离不开他 所以被太多人赞扬的东西 必定不能够普及大众 汇及天下 又有什么好赞扬的呢 这就是治愈不愈的道理 以上只是列举了几个被篡改的地方 大家如果有兴趣 想知道更多的话 也可以上网再找一找哈 《道德经》是一本很神奇的书 最后也是因为这本书产生了道教 《猎仙传》和《历世真仙体道通鉴》 曾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 说观言子拜老子为师 遵照《道德经》修行 最终修成道果 非生成仙 难道五千字的《道德经》 蕴藏着正宗道家的修行方法吗 也就是说 它是一本可以让人成仙的书 那么其作者老子到底又是谁呢 老子生俗年月不祥 史记上说 老子是春秋时期 楚国苦献取人礼的人 后来也有很多人说 老子是宋国人 他被道家奉为太上老君转世 其身世充满了传奇色彩 根据宋代的《太平广记》的记载 老子的母亲有一次 看见空中大流星飞过后 就怀了身孕 由于是上界的神灵之气 出现在李家 所以老子生下后 性了凡人的李氏 有人说 老子生于开天蔽地之前 是天的精灵神魄 自然就是神灵了 还有人说 老子的母亲怀了他72年 才抛下了左叶下生下了他 一出生就是白发苍苍 所以才名叫老子 老子的身世 一直都有不同的传说 比如在《猎仙泉传》中说 周代之时 老子从太清仙境 分神化气 成日经驾九龙 化为五色流珠 从天而降 时玄妙王的女儿 尹氏 白天睡觉时 感觉有东西 从喉咙进去 醒来后便发现怀有身孕 而尹氏怀孕后 整个人容光焕发 人也变得年轻了 他所居住的房屋 也是六气和平 有祥光照护 后来尹氏 带下了一个男孩 这孩子一生下来 就走了九步 部落之处 莲花占起 由于这个男孩出生后 就白发苍苍 所以起名老子 又名老丹 丹的意思就是大尔 另外有记载说 老子的母亲 碰巧是在李树下生了老子 老子一出生就能说话 指着李树说 用他做我的姓吧 这大概是史记将李 作为其姓氏的由来 不管怎么说 老子就是一个非同一般的人 甚至孔子曾经这样评价过老子 说 我见到老子 觉得他的思想境界 就像是遨游在太虚中的龙 使我干张嘴 说不出话 舌头伸出来也说不回去 弄得我心神不宁 不知道他到底是人还是神啊 可见老子的智慧 让孔子叹为观止 我们知道 《道德经》是老子思想 最重要的内容之一 也就是说 我们可以从《道德经》中 来解读老子的智慧 在《道德经》中 我们确实可以看到 老子的智慧无所不包 尚至治国之道 下到个人修身养性之法 甚至穷究天人之计 都统统包含在这五千多字的经文当中 因此 孔子看到 老子这样的智慧 确实深不可测 世间的智慧根本就无法比拟 就像传说中的龙一样 动小一切 非人之智慧所能及 我们知道 和佛家讲的普度众生相比 道家历来都是 师父找徒弟 一脉单传的 而道家的开山鼻祖老子 也必定是知道这一点 那么他为何又要留下这五千言呢 那有些学者就认为 这其中的原因 其实就和《道德经》里的 一个可怕的预言有关 在《道德经》第四十章中 有这样一句话 反者道之动 弱者道之用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根据老子的说法 反者道之动 这五个字揭示了事物的发展规律 其实就是物极必反 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 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极端 这种对立关系也会导致物极必反 也就是在极点之后会发生转折 反向发展 然后在临界点返回 循环往复 弱者道之用 就是道在柔弱的状态下发挥作用 可以理解为 因圣则阳衰 是道的运行表现 而后两句 天下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这里的无并不是灵 并不是没有 无不是任何东西 却可以产生任何东西 比如宇宙万物从无到有的诞生过程 宇宙万物是从一片混沌中 由道打破 慢慢演化而来的 那么宇宙万物从无中生有 有了之后 宇宙的未来又会怎样呢 还是道起了作用 它的武器就是弱 比如人的生老病死 世间万物的消失和重生 都有道牢牢把握 万物最后复归于道 道德经在表述什么是道的时候 老子写道 强强为之明 曰大 大曰是 是曰远 远曰反 意思就是 如果强行为道命名 我们姑且称它为大吧 这个大会一直延伸 延伸到无边无际 最后它会返回本源 所以如果我们把宇宙运行的规律 称之为道 那么道德经中的意思 就认为在宇宙诞生之后 宇宙就会不断的膨胀 然后万物生长 膨胀到无边无际 当来到了一个所谓的物极必反的状态时 它就会坍缩 伴随着万物凋零 恢复到最初虚无的状态 现在宇宙学的研究也表明 宇宙是在不断膨胀的 而这个膨胀的速度还在加速 与2000多年前的老子的认识不谋而合了 不过老子在《道德经》中第39章中 也提到了灾难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就是说 天有道会清明无天灾 地有道会安宁 神有道会灵验 山谷有道就会水流充沛 万物有道的滋养才会生生不息 君王有道会凭良心正天下 如果背离了道 就会天崩地裂天下大乱 世界将面临毁灭 这也就是说万物众生 随时随地都不要背离到 这样才能长久 那么老子是否在通过这5000多言 告诫世人 不要放纵自己去胡作非为 保持心中的善念才能长存呢 难道这才是《道德经》 已经流传已久的真正目的吗 大家又是怎么看的呢 好的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就记得按赞分享 订阅还有打开小铃铛 还有我们已经开通会员频道了 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加入去支持我们哦 我们下期再见